很快谈谈个汇控 因为昨天传出来的消息就是 北京已经拍板各自反制裁法 在香港本地立法 预料短时间内都不会再提出 之前大家都很担心 会影响香港那些金融机构 另外加两个旧小小的消息 孟晚舟在加拿大 两年到三年后终于获得 回到内地 接下来就有一个加息预期 这三个消息加上 你觉得回控能否获得市场重新的估值 先利身有回控的好仓 是 近日入还是怎样的 近日入的 正正就是因为刚才Wendy你所说的那几个点 尤其是博取债息夹上去的时候 你作为金融股 息差有机会矿货 你的利息收入可以 我想炒这一件事 还有美国我见那些金融股都做得不错 因为你炒蛋复苏的 所以我相对来说 就有博下回控的 当然最新有一个叫做 就是 孟晚舟事件 再加上新的法 就未必会纳入香港 暂时不会搞住了 我想都是会 利好回控的走势 而且你见到 走势上也真是不错的 你见到他 上了40元之后 站稳10天20天线 也算是站稳的 看看可以夹到多高 因为我想最大问题就是 汇空出名的就是蟹货多 你说炒股息的 现在是4厘多 不过不失 作为一个银行股的话 我想现在不是说 是靠个息率去做人的 就是看着 究竟这些事件 肌肉发烤 会不会做得更好 还有 因为在入场的时候 我相对地 比市场更好 我就会觉得 指数要夹上去 我想这只5号 是不是也要帮手 所以我就 为何会埋着好仓 希望相关的消息 也继续可以 发挥到对汇空的利好作用 是的 今天早段涨了1% 再上一条50天线 其实你看到它去到什么位置 还是不要猜了 我想 我不会特别猜 因为你看到事件继续发烤 还有看债息夹到多高 不过有点双面印 你说债息夹 对金融股OK 但是去到债息夹的时候 你的股市又会跌 可能你的科技股会跌 那你回控会会 究竟是跟市下跌 还是可以做逆市期八呢 我想这一个 可能接着这段日子 大家要看实这个 结果是怎样才去做一个操作 是 小旗子就听到你说买汇丰 那就很开心了 他就立刻想跟你买 他说应该多少钱入呢 就是今天开市 还是要打等它回一回 OK 我想如果你真的买的话 因为汇控现在就gap up了 大概5毛钱左右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想买的话 它现在刚刚试这条50天线 41.6 那你两样东西 要么就等它回 可能回到41元的位置 汇控随时就会回下来 因为如果你的市是回下来 它有权回下来的 即是有机会 因为如果你企稳到50天线的话 我想这一下就有机会上到43-44的位置 那看看你怎样操作 那回下来你可以买 或者企稳都可以买 是的 那小旗子可以留意着 嗯 先看看